大家好,今天我们谈谈美国的穷人过什么样的生活 在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 穷人的标准远远高于联合国所定制的 一年456美元收入的穷人的标准 从收入上看,这个数字就要高出20多倍 而且这个数字还远远没有计算房屋产权等积累财富 以及政府的补贴、粮食券等福利救济 因此美国的穷人实际上并不穷 美国穷人家庭似曾拥有住宅 吃和住是一个家庭维持基本生活不可或缺的两个大方面 美国的穷人既然有政府的粮食券补助 在吃上不仅不用花钱 而且大多数的穷人家庭还可以从收入高的家庭一样 达到美国农业部规定的家庭食品营养标准 在2000几年的时候 美国75%的家庭可以保证在饮食上 满足家庭成员的健康需求 这个标准不是说能够吃饱 而是说吃的好吃的够健康 在饮食上不能满足家庭成员健康需求的家庭有16% 而这些家庭大部分不是说没有钱购买吃的 而是在吃的上面吃的不健康 比如说喜欢吃大鱼大肉 吃的水果跟蔬菜比较少 当然也有5%的家庭是因为没有收入或者说收入极低 因此在吃的上面还是比较受限制 还是需要解决温饱问题 那缺少经济能力购买住房或者说租房住 是很多人面对的现实 而在这一点上穷人就更加出于不利的位置了 而美国的穷人在住房上似乎是有点财大气粗 在住房的拥有率和人均居住面积等方面还可以名列先进水平 根据统计美国穷人家庭中有4%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宅 平均每个家庭住宅内有三间卧房 有家庭室会客室和厨房餐厅 住宅中平均配有1.5个卫生间 也就是一个卫生间带预尺 一个卫生间不带预尺 在一项有关民众住房的调查中 美国民众对住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 卫生间有多少 如果移动住宅只有一个卫生间 那就会被视为很不好 美国人对家里家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很不感冒 所以一般的住宅都会有2-3个卫生间 不论是上厕所还是洗澡 个人用个人的互不干扰 美国穷人家庭住宅平均有1个车库 大部分住宅都带院子 在住宅上66%的穷人家庭 平均每人拥有2个以上的房间 28%的穷人家庭 平均每人拥有1个房间 另外5%的穷人家庭是属于居住过度拥挤 也就是一个卫房居住超过1个人 其中平均一间卫房住1.5个人的穷人家庭 占比例为4% 平均一间卫房住1.5个人以上的穷人家庭 比例为1% 按照美国能源部的数据统计 美国家庭的平均居住面积 在所有西方国家当中排名首位 平均每人的家庭住宅生活空间 为721平方英尺 约为71平米 而美国穷人家庭平均每人的家庭住宅生活空间 为439平方英尺 大概是43平米 可以说 穷人和普通人在住宅面积上的差距并不是特别大 美国穷人平均拥有住宅面积要比高收入的国家 比如说英国呀 法国呀 德国日本都要高 这些高收入国家居民平均每人的家庭住宅生活空间 为37.6平方英尺 大概是37平米 中上收入国家比如说像希腊韩国西班牙居民平均每人家庭住宅生活空间是23.6平方英尺 大概是23平方米 美国穷人平均拥有的居住面积要比墨西哥土耳其这样的国家城市中中等收入家庭平均住宅生活空间多两倍 比印度这样国家城市居民家庭平均住宅空间要多上六倍 在拥有住宅的美国穷人家庭中 4%的家庭是拥有独栋住的也就是小洋楼 另外4%的家庭拥有公寓部分家庭拥有活动住房 79%的家庭都带有空调 而在1970年美国所有家庭中只有3%的家庭才带有空调 99%的穷人家庭拥有电冰箱 64%的穷人家庭拥有洗衣机 56%的穷人家庭拥有衣服烘干机 那美国7成穷人家庭至少拥有一辆汽车 3%的美国穷人家庭至少拥有一辆汽车 3%的穷人家庭拥有两辆以上的汽车 在现代科技和娱乐方面 美国穷人其实并不落伍 9%的美国穷人家庭拥有一台彩色电视机 超过一半的穷人家庭拥有两台以上的彩色电视机 25%的穷人家庭拥有大屏幕的彩色电视机 7%的穷人家庭拥有DVD机 6%的穷人家庭拥有有线电视或是卫星电视 89%的穷人家庭拥有微波炉烤箱 超过一半的穷人家庭拥有立体音箱设备 1%的穷人家庭拥有计算机 91%的穷人家庭拥有电话 32%的穷人家庭既有家庭电话也有手机 那在基本的物质条件上 大多数美国穷人家庭和中产阶级一样 该有的也都有 美国的穷人家庭在调查中 认为他们可以支付一年中基本的生活开支 这包括住宅的分期付款 租房的房租、水电煤气等日常开销 当然这一切并不能表明美国的穷人生活过得非常好 否则就不会将他们视为穷人了 在美国穷人中 有一部分人确实是一点钱都没有 在生活上要为每个月的岳父账单发愁 美国有三分之一的穷人家庭 在房租和水电煤气费用上 都出现了延期支付的现象 美国穷人家庭平均调查数据 也并不能反映出穷人家庭本身有差异的实际状况 例如尽管美国66%的穷人家庭 平均每人拥有两个以上的房间 但是5%的穷人 依然达不到一个人一个房间的水平 今天美国穷人的生活条件和物质生活 如果和上两代的人相比 可谓是舒适和良好 去除通货膨胀的因素 美国穷人中五分之一的家庭 每年的支出相当于20世纪70年代 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每年支出 美国企业研究院在2000几年的时候 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美国穷人的部分人口 他们的购买力是其收入的两倍 这表明美国的穷人除了工作收入之外 还相受政府的现金补贴 以及房地产金融资产等方面的收益 从某种意义上讲 衡量穷富的标准不仅仅是看收入 更重要的是看其消费水平 物质的贫穷可以用相对和两种指标衡量 包括为了生存而必须的基本食品 住房和服务 达到这一目标被看作是消除了贫穷 如果按照相对指标 则贫穷难以被消除 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 总有人生活水平不及他人 像美国某个收入的人群 往往被视为低收入或是贫困人口 即使所有工作的人 他们的收入增加一倍五倍甚至是十倍 社会上还是会有低收入的部分人群 贫穷仍然是一个社会问题 现在的美国 物质的贫穷并不是贫穷问题的节症所在 因为美国人所说的物质生活标准 比其他国家穷人要高出很多 相反呢 一种新的贫穷 行为或是精神贫穷呢 愈发的引人关注 这种贫穷呢 指的是一些人的行为和价值 阻碍其发展的家庭生活 工作道德和自我满足 感谢大家点赞 拜拜